但是我自己觉得 特别意义非凡的是 2009年我坐着轮椅 跳的第一支舞是 就是徐老师邀请我出山的 虽然我们在 我说唱以后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某酒店 就是酒店里我们有一个 喝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但是他向我正式提出这件事呢 我印象特深 他给我带了那个 就是那个新疆的大枣 特别大的那个大枣 我在康复市 就是在部队医院 他专门为我单独准备了一个康复市 那天早上就是徐老师呢 他过来看我 然后之后特别特别正式 我在那个康复床上 他跟我讲的这个事 而且呢他就讲 他说你可以现在 不一定就是立即做决定 但是你要考虑 你要好好考虑 所以呢就有了 2009年11月份 在北京 我坐着轮椅 保丽首演的这支舞蹈 一次重返舞台 对对对 你自己跳了一场吗 你受伤 一年吧 还不到一年吧 一年多一点点 一年多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就是您刚才问我 就是帮忙这个问题 那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我觉得并不是说 我在帮他的忙 而是当时正好在做这个东西 然后那一次的创作 有一个主题叫 起舞于动荡世界 就是世界会有很多动荡的因素 然后就是让世界的 实际上不光是中国的编导 很多编导一起来根据这个主题 做自己的创作 然后当时就 我就想到了留言 而且当时找了张云峰编导 他刚才说的这个 他的燕之扣 那个导演 同一个导演 他特别了解他 他特别了解他 完成了解他 然后再称之扣 他就这样做 他就知道了解他 你终于不要念 你直接创作 他就这样做 你帮助到 他就知道 你帮助到 就行了 这个 你帮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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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助到 你帮助到 你帮助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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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